今天我們已經記錄資料庫的娟如來一起連線 來跟我們談談這禮拜到底有什麼樣重要的 公民進行社會運動的訊息 娟如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娟如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禮拜有什麼樣的重要的公民運動的訊息 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 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來談到的是有兩位資深的公運幹部 因為捍衛勞工的權益而被政府判刑入獄 那這兩位分別是前新海瓦斯公會的幹部林子文先生 跟前桃園縣產業總公會的理事長毛正飛先生 那這兩位因為去年的兩場公運行動遭到政府起訴 分別以妨礙公務跟違反集會遊行法來判刑入獄 那在11月1號的時候呢 很多勞工團體邀請一些聲援者來到總統府前面 為這兩位呢舉辦一場別開聲面的歡送舞台表演 那開場還請來了鋼管舞者的演出 也有公運幹部大跳康康舞 所以他們是用非常快樂歡欣的氣氛來表演 歡送他們入監服刑 到底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他們被判監服刑呢 他們犯了什麼樣的法嗎 林子文呢是在去年的這個凱道總統府前面 普渡大批官行動擔任總指揮 那原由就是因為官場工人的事件 他們是訴求修改勞基法第28條 那因為在這過程當中有燃燒紙錢的行動 警方強制以滅火器滅火 造成警方跟勞團兩方之間的衝突 那事後呢就以妨礙公務來起訴林子文先生 二審判刑是50天 那前陶餐總理事長毛正飛是去年10月28號的時候 讓雞蛋飛遊行的這場行動 他是擔任總指揮 那他們是不滿政府薪資動長 率領3000人向總統府丟雞蛋 那他是判刑20天好像比較少一點 那林子文先生呢當天在舞台上面他說 他們呢是要來突破這一關 所以我們要進去關 那他也覺得說這是一個閉關修煉的感覺 嗯哼 我想對這個公益人士去判刑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是執政者一個經常會用的策略 這個當然一方面是要去隔離這些公運裡頭的比較主要的領導者 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是要去打擊這個勞工 或是勞工運動的這個相關的事情 我不曉得勞工的朋友或是這些公運的這些相關的生員的朋友 會不會因此而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 其實要說到這個關廠工人案我們之前也常常跟大家提到 其實他們這些老工人被勞委會告這個還錢實在是非常的委屈 因為16年前許多工廠倒閉喔 完全沒有付給這些老工人資遣費跟退休金 等於後半生之沒有依靠喔 所以16年後勞委會還要這些工人把當年政府代位求償的這些資遣費 退休金通通再吐出來 那政府對資方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呢勞工團體是用盡了各種方法來跟政府拚這個基本的權益 那即使有兩位公運幹部喔 因為捍衛勞工權益而被判刑 但當天呢他們是大喊這個口號叫做光榮入獄毫無悔意 其實他們覺得說會有更多人會為了對的事情前撲後繼跟著他們的腳步 那其實這個關廠工人議題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也談了非常的久 可是我相信還是有很多的朋友對關廠工人 為什麼他們要去絕食 為什麼要去上吊 為什麼要去握鬼 其實還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可不可以請捐如再告訴我們一次 就是為什麼這些勞工團體 他們的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必須年紀這麼大的 還去採取這麼激烈的一些行動呢 其實關廠工人一連串的主要訴求 就是修改勞基法第28條 那這個第28條是希望資方可以擴大電廠到保障他們的資遣費跟退休金 你可能想說你只要退休了就會有退休金可以拿 可能到現在已經不必然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那這個關廠工人的訴訟跟勞委會的訴訟是持續在進行 那還有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全台灣的勞工薪資一點都沒有漲 那你可以看到物價飛漲 那我們行政院長江銀化還說勞退提拨已經算是給勞工加薪了 你就覺得實在太心寒了 那我們還有看到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大同假油事件 突然發現這個大同公司他們公司的勞退提拨金應該要有兩千萬 可是居然爆發竟然賬戶裡面只剩三萬塊 你可能連一個人都不太夠 所以幫忙訴訟的這個曾薇凱律師他提到說 他們從頭到尾都不認為林子文跟毛振飛這兩個人是有罪的 因為他們是捍衛勞工的權益的站出來 那在法庭上他們都不為自己辯護 法官一問他們有什麼話要說 他們說的就是這個官場工人的處境 說的就是全台勞工的處境 那曾薇凱律師還強調說 判他們有罪的才是民族的罪人 我想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很多人就完全不無法理解這些人這麼年紀這麼大 還要去採取這麼激烈的一些抗爭的這些手段 抗爭的一些所謂的方式 但是其實常常會有一些不得不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這些抗爭的這些目的或是這些官場的功能 其實不是只有為自己做 而是為了整個台灣的所謂的勞動階級 很多的工人他們都在做這樣的 也為了這些事情來做這個抗爭 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面對這個司法的方式有很多種 除了這個直接入獄之外 其實還可以透過醫科法金的方式 這樣子他就不必去關在裡面 能夠他可以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 持續的為公運為台灣社會打拼 可是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採取 這個所謂的醫科法金的方式呢 兩個這個是分別是不同時間判決的案子 可是卻在這個現在勞團有個大規模 要追殺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行動之前 也就是這個11月10號 國民黨權貸會萬人威脅行動前呢 同時收到這個執行通知 也就是這兩個公運的資深公運者呢 要在這個行動之前同時入獄 那他們不去繳納罰款 其實繳一繳就了事了 但是他們選擇用這個身體抗爭的方式 要告訴國家機器 勞工是不怕司法跟政治的打壓的 嗯所以在這段期間裡面 當然他們現在已經在官場 官場工人或是這些聲援的 這些主要的社會公運的這些領導者 其實已經入獄了 那接下來會有相關的一些抗爭的行動嗎 就是會有一些相關的聲援行動嗎 剛提到11月10號嗎 他們就是要到各個地 11月10號要去丟鞋子 那所以在這之前呢 他們其實到各個地方去募鞋 因為鞋子可能不太夠 那我們回到這兩個人 當天還有跟群眾游行到台北地檢署執行處 那兩個人還有剃頭髮將 那兩個人最後呢 很有趣 脫下自己腳下的鞋子 交棒給其他的抗爭群眾 等於他們是光著腳丫走進去 所以官場工人們在現場還唱著 抗爭這條路 這首歌 那其實剛剛前面說到很歡樂的氣氛 頓時變得有點捨不得 那工運幹部 還有其他工運幹部 抱著這兩位大樓 就是淚眼汪汪 其實他們還是覺得說 不怕國家機器塔壓 還有其他人可以接棒 即使他們兩個服刑期間 還要把鞋子丟向這個 不顧勞工權益的國民黨政府 所以11月10號呢 這個929生育連線 包括全國官場工人等等一些生育團體呢 會在早上10點半的時候 到台中無期體育館 包圍國民黨全代會 那他們是勢必要以最憤怒的心情 要向政府來討回公道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行動 雖然最近這幾個月來 我們馬英九總統常常被丟血 可是我們看不出來他能夠有沒有一些比較善意去回憶民眾的訴求 如果都沒有辦法去善意回憶民眾的訴求 當然我們社會團體民間團體他當然會採取更大的規模的行動 所以11月10號其實有空的朋友也都可以去國民黨全代會的會場 拿著你的鞋子或是帶著你的憤怒或是帶著你的任何的這樣一個訴求的標語 或是你的心情來去參與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公民行動營紀錄庫的這個娟儒來跟我們一起聯繫 我們下禮拜也一樣要跟公庫的朋友一起來談談台灣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的消息 謝謝娟儒謝謝 謝謝拜拜 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啊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來關心社運連線目前活動後續相關事件 11月3號929社運連線 在台北市西門捷運站再度展開木鞋行動 並號召民眾參與10號早上的威脅馬英九行動 生育連線預計當天上午在台中市台灣大道八段與光復路口集合 並預計在中港轉運站設置接駁的遊覽車 讓想參與但不在台中當地的民眾可以順利到達會場 連線成員吳永毅更強調 生育連線將全力動員 木鞋行動將經由陶珠苗陸續難移 繼續讓我們一起來關心桃園航空城破遷相關事件 桃園航空城計劃為了建設第三跑道 擴大自由貿易港區大規模產業專用區 預計拆遷9500多戶 走到五所學校都將遭到滅校 近6000多名學生受校權受到影響 29號下午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都委會第七次專案小組會議 審議桃園航空城計劃 航空城自救會台灣農村陣線等團體 來到營建署前抗議該計劃毀村滅校 質疑腐爛開發不合理 接下來是未就業育兒津貼計劃相關議題 為鼓勵生育 內政部的同局自2012年起 實施未就業育兒津貼計劃 但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在11月5號召開記者會指出 發放津貼不但無助提升生育率 反而讓婦女更難重返職場 未就業育兒津貼的發放 對於面臨高額托育費用的受雇女性而言 可能又使她們辭職並自己照顧小孩 然而一旦離開職場 卻又面臨二度就業的困難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譚玉榮指出 政府該做的不是發錢 而是思考如何鼓勵男性參與照顧 改善勞動環境 解決懷孕婦女職場歧視的問題 以及廣設公共托育 讓婦女生育後也能繼續安心工作 最後是大學兼職助理勞健保相關事件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公會 11月6號上午和市新交代勞權小組 與台大公會等團體到勞委會具名檢舉 包含台政清大等14所大專院校 為依法替學生兼職勞動者投勞健保 提拨勞退金 要求勞委會進行調查並立刻開罰 而出面接受檢舉的勞保處副處長 鄧明彬則表示已受理檢舉 將會介入調查 高教公會執行秘書胡青雅 更要求勞委會應成立專案小組 針對公司立大專院校的勞動狀況進行普查 督促學校即可改善 以上新聞是有情依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中文公司